第672集 锦容院没有,附近的小园子也没有 花香说 二小姐那边也去了,别说咱们三小姐不在,就是二小姐也不在 姨娘,您说会不会是二小姐把咱们小姐给带出去了 三小姐要是跟二小姐一起走的,那咱们就不必担心 临时眉心还是舒展不开 怎么可能是跟二小姐一起走的 二小姐白日里就出了门,一直就没回来 可那时候三小姐还在府里呢 哎呀,这孩子能上哪儿去呢 奴婢已经安排下去了,等天再亮亮,府门开了后就去天资镇那头找 小姐一定是去天资镇了,姨娘别太担心 咱们三小姐现在主意大了,许多事情能自己做主了,不会有事的 临时不乐观,甩开花香又去了白燕羽的屋子 一进屋后,先把柜子打开 一眼就看到了那些白燕羽买来要给家人裁冬衣的料子 她的心又怦怦跳了起来 这些料子白燕羽很看重,就算是要回天资镇 至少也要等裁冬来了,将料子取走再取 何况白燕羽前还说过,近段日子先不回天资镇了 因为她二姐姐回来了,她要等着跟二姐姐一起回去 既然有了这打算,还有这些衣料 她就没道理三更半夜偷偷摸摸地走 还有,就算是三更半夜走的,那谁给她开的门呢 临时将柜门关好,出去吩咐花香 到门房问问,有没有见到三小姐出府 你亲自去,别让门房的人起疑 问完之后给块碎银堵了她的嘴 眼见花香快不离去 临时心里愈发地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她在香园待不住了 这件事情她一个人扛不了 必须得找人一起想想办法 她回屋披了披风,推门就往外走 身后有小丫鬟赶紧跟上 同时笑声提醒 姨娘,这会儿太早了 天才刚放亮,去哪里都不合适 不合适也得合适 否则一旦真的出了事,一切就都晚了 我去尹霞院找洪夫人 小丫鬟不敢再多说话了 但想着洪夫人也是好说话的 随着三小姐和二小姐关系越来越好 洪夫人对他们姨娘也合颜悦色起来 就算这会儿打扰得早了些 应该也没大碍 于是小丫鬟乖巧地跟在林氏身后 二人几乎是一路小跑地去了尹霞院 结果,尹霞院早起的丫鬟告诉他们 林姨娘,我们夫人去天赐镇帮二小姐打理公主府去了 昨儿没回 林氏身子晃了晃 一种无力感匆匆来袭 面上苦涩的都快要哭出来 林姨娘,您这是怎么了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是不是病了 同她说话的丫鬟是海棠 是洪氏从洪家带来的大丫鬟 平日里尹霞院上上下下都交给海棠 一向井井有条 林氏也知道这海棠是个拿得起来似的 于是握了她的手哭唧唧地说 海棠姑娘,你帮帮我吧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洪夫人不在家 二小姐也不在家 我实在不知道该去找谁 林姨娘 究竟出了什么事 海棠重视起来 以前这位林姨娘接触并不多 近半年来倒是常来常往 但看到林姨娘哭着求上门 这还是头一次 来,有什么事进屋说 海棠把人往屋里让 同时叫小丫鬟关了门 这才请林氏做 林氏哪里顾得上座 赶紧就到 海棠姑娘 是我家三小姐不见了 昨晚上睡时还好好的在家 我夜里做梦心慌就想去看看她 结果发现她人不在屋里 被褥都是凉的 明显是已经离开有会儿功夫了 不只是她 连带着她的近视丫鬟丽春也不在 身边跟来的小丫鬟替她补充 我们从半夜里就开始找 一直找到天发亮也没找着 锦容院那头也去问过了 没人见三小姐过去 府上的几个小园子也找了 也没见人 怎么会这样 海棠一愣 随即脱口而出 会不会是回天字镇了 林氏摇头 就算是回 也不可能大半夜的回啊 别说府门关了 就是城门都是关的 她怎么能出城呢 而且她早就说过 要等着二小姐一起走她 那就怪了 海棠皱起眉 三小姐性子 比我家四小姐稳当 她一般不会做出格的事的 林氏身边的丫鬟说 实在不行 咱们禀报老夫人吧 海棠摇头 没用 别说老夫人病着 就算没病 真出了事她也管不了 屋里陷入沉寂 几个人都皱着眉 想知一切可能 上午头上 白鹤然二人终于接近上都城了 她迷迷糊糊醒过来 一抬头 远远就看到上都城的城门 不由得感叹 终于到了 她偏头问她 醒了 冷不冷 她活动活动身子 是有点冷了 好在也快进城了 没事 她把人往上拖了拖 脚步再次加快 没等走几步呢 就看到往这边迎过来的 剑影和墨宇 这俩人比白鹤然他俩还要狼狈 剑影一身的血 墨宇走路都费劲 只能有剑影背着 两人看到白鹤然高兴坏了 离着老远就开始喊她 白鹤然也高兴 可是离近了一看墨宇受伤的腿 高兴劲就退了不少 中剑了 她直指墨宇的左腿根 剑已经拔下来了 但因为没有药 所以就只用布条勒着 躺了一腿的血 墨宇笑笑 没事 马上就要进城了 等回家 小姐您帮奴婢处理一下就好 这剑身有剧毒 幸好我之前吃过解毒丸 所以没得毒可中 否则 可就真不知道 能不能活着见到小姐了 剑影也开了口道 不知对方是什么人 这法十分高明 我跟墨宇一路冲杀 几次想追主子过绝 结果都被阵法给隔了开 后来打着打着 我发现 居然是在往上都城的方向推进 一直到接近上都城的位置 对方才撤退 不再搭理我们 他说到这里就停住了 将墨宇从背上放了下来 然后当着五皇子和白鹤染的面扑通一跪 属下护主不力 罪该万死 请主子处置 墨宇也想跪下来 可是他腿上有伤 这一跪没跪好 直接趴到了地上 白鹤染是又好笑又无奈 快起来 谁要那闲工夫处置你 不是你忽我不力 是我原本就想让你们先离开 不信你们问问五殿下 是不是我一个人逃得更远 更安全 五皇子抬手往他脑袋上拍了一下 逞什么能啊 剑影看了五皇子一眼 给他也磕了个头 多谢五殿下救了我家主子 这一句谢 后面就没了 如果剑影他是个自由人 他此时必会说出 往后刀山火海 只要五殿下一句话 在下再所不惜 可他是有主子的人 他的命只能是白鹤染的 谁也拿不去 墨宇也谢了五皇子一生 但态度不是很好 他从地上爬起来 扯了扯剑影 你背小姐 剑影立即明白墨宇的意思 于是起身就要去接白鹤染 五皇子却后退一步 沉声道 不用 本王背着就好 墨宇不高兴了 我们自己可以照顾我家小姐 不劳烦五殿下 五皇子听得皱眉 你的意思是 他背着你家小姐 然后本王背着你 墨宇大酒 也是这时才想起自己的腿脚 根本没法走路 人家五皇子背着白鹤染 可以说是皇兄背着皇妹 那背他算什么 谁见皇子背丫鬟呢 墨宇不知声了 白鹤染白了他一眼 发了话 行了别闹了 先回城 饿死我了 一听说主子饿了 墨宇和剑影都不再有意义 剑影重新把墨宇给背了起来 跟在五皇子身后 迅速地往上都城的方向走去 终于进了城门 那一刻白鹤染都快哭了 短短几日 我逃回来两次 以前从来没觉得上都城哪里好 但现在却觉得他真的好 至少一进了城 就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追杀我了 大雪过后的上都城 看起来十分清新 有官兵在街道中间扫雪 往来的人们就在街道两侧行走 踩着厚厚的雪 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偶尔遇着熟人就会打个招呼 再交流一下这场雪下得可真大 怕是十天半月都化不了 也有小孩子穿梭在人堆里打雪仗 你打了我一下 我就还给你两下 淘气的男孩把雪团子 扔到女孩的衣领子里 冷得小女孩直哭 君母峰背着白鹤染往边上站了站 把落给进出城的百姓让了出来 有将士望他们这行看过来 越看越觉得眼熟 一个出城的百姓在经过城门时 回头瞅了一眼 嘟弄了句 那好像是天赐公主哎 背着她的那个男人 长得可真好看哪 那将士打了个机灵 可不眼熟怎么着 那是天赐公主跟五皇子啊 这俩人他都是实德的 毕竟在城门当差 最重要的就是把京里头的重要人物都给认全了 之所以一眼没认出来 实在是五皇子跟白鹤染这俩人太狼狈了 还一个背着一个 谁能往皇子和公主上想啊 这人赶紧小跑上前 到了二人进前 单膝着地行了大礼 属下见过五殿下 见过公主 五皇子点了点头 去找辆马车来 那将士赶紧就去了 不多一会儿就牵了辆马车回来 君母峰背着白鹤染进了车厢 剑影没敢把墨宇往车厢里放 就站在外头等着主子发话 直到听见白鹤染说 把墨宇也送进来 剑影赶车 这才掀了车帘子把墨宇送进去 马车里有盖腿的薄毯子 君母峰将那毯子给他搭上 然后同他说 等我一下 边上就有个包子铺 我去买几个包子给你垫垫 回王府 还有一段路程 就是等做饭也得一阵子呢 白鹤染点点头 没拦着 他是真饿了 包子很快就买了回来 君母峰没有小气 拳头大的包子总共买了十几个 足够四个人吃 白鹤染最先抓起一个 顾不上形象张嘴就吃 墨宇就比较拘束 也比较虚弱 腿上的伤口流了很多血 流得他脸都煞白 虽说白鹤染在路上替他止了血 但毕竟没有药 又走了这么远的路 眼下伤势看起来不是很好 他只顾着靠在车厢上 有气无力地看着他家小姐 不敢主动伸手去拿肉包子 白鹤染一边吃一边抓了一个 递给墨宇 不管能不能吃下 也不管伤口疼不疼 都咬几口 无论到什么时候 体力都是最重要的 你至少得撑到我把你送到金生阁 墨宇不开心 小姐 我不想去金生阁 咱们回府吧 你给我支支就行 白鹤染摇头 别把文国公府当家 你知道那府里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看吗 墨宇不作声了 是啊 文国公府不是假 他若带着这一身伤回去 就会有许多人琢磨他是怎么受的伤 更会有人琢磨他们这一天一夜去了哪里 如此看来去金生阁智商是最好的安排 白鹤染包子塞到墨宇手里 再抓了两个地道车厢外面给剑影 同时吩咐道 我们往陵王府去 中途应该经过金生阁 到金生阁时停一下 你和墨宇下车 去阁里给墨宇智商 剑影就听话多了 白鹤染的命令他只管遵从 绝没有质疑和反抗 主子们好 咱家是您的贴身总管 小鹿子 鹿青竹 这次啊 就以太监 江月的身份登场了 希望小主们不要嫌弃咱家 嘴笨啊